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 嫦娥四号成功发射 将首次实现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跨越42万公里 为你解读嫦娥四号的地月旅行 蓝天遗仗展现中国力量 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跃长城 宣传环保 动物王国开启全国巡展 爱心东一温暖山区留守同学 新闻大大酷开心说新闻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杨光 千百年来月亮在人类的文化艺术中 承载着我们的梦想 而由于月球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相等 加上被地球潮汐锁定 地球强大的引力 让月球总是一面朝向地球 所以人类在地球上 只能凭肉眼看见月球的正面 背面则看不见 这让月亮显得更加神秘 12月8号凌晨2点23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西昌出发 向遥远的月球飞去 世界瞩目 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的大幕正式拉开 5 4 3 2 1 点火 点火 火箭升空后 地面侧控人员全程跟踪测量 运载火箭和探测器顺利实现了分离 现在我宣布 此时发生任务 取得两百通工 嫦娥四号探测器 后续将经历地月转移 近月制动 还月飞行 最终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开展月球背面就位探测 及巡视探测 并通过已在使命轨道运行的 雀桥中继星 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信 这次的嫦娥四号是12月8号凌晨2点23分发射的 它为什么选择凌晨发射 在月球背面 它将进行哪些任务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射 位置踩一脚刹车 然后它就能被月球的引力捕获 成为一颗环绕月球飞行的月球卫星了 为了在月球的白天着陆 以便嫦娥四号能够得到充分的阳光 展开工作 它还要还月20多天的时间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又被誉为中国蓝天仪仗队 它们驾驶着国产先进战机 展现着中国空军最精湛的飞行技能 最近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六架歼10飞机编队 飞越阉山深处的黄崖关长城 用山谷飞行提升复杂环境特技表演能力 这是八一飞行表演队六极编队山谷飞行的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六架歼10飞机 以逆极编队的战术动作在山谷中飞越 当天华北地区大幅度降温 山区低空飞行气流乱流多 颠簸很严重 多极编队穿越山谷 对于路线的选择 转弯的时机 波度压的大小 技术要求非常高 同时还要规避最大的标高山峰和峡谷 新时代练兵备战中 空军实战化训练 正在向高原 山谷和大海远洋拓展延伸 崇山峻岭间 飞蛾的长城像一条蜿蜒的巨龙 六架尖石从长城上空飞过 滑出一道道壮美的航迹 天气越来越冷了 最近四川华营市的一些志愿者 来到当地西口镇顺天寨村小学 为二十多名山区留守儿童 送去了爱心冬衣 让这里的孩子们温暖过冬 一大早 志愿者们就来到了同学们中间 为大家送上各式各样的棉服 培巾等预寒衣物 让山区的同学们感受到了 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每位同学拿到新衣服都很开心 赶快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穿上试试 这次志愿者还分别给男女同学准备了不同的颜色 看小伙伴们穿上是不是既合身又好看 这些东衣也温暖了同学们的心 华营市西口镇顺天寨村小 有同学二十多名 从2011年开始 每年这些志愿者都要来到这个偏远的村小 为留守儿童送去预寒物品 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感到丝丝温暖 在北京鸟巢刚刚结束的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上 很多小朋友和家长与乐高积木搭乘的 各种各样的珍稀动物零距离接触 在体验中增强了环保理念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冰威动物的生存现状 提升环保意识 动物王国环保展全国巡展在北京启动了 让我们一起去启动仪式的现场看一看 12月6号 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全国巡展启动仪式 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礼堂举行 此次全国巡展发布会 以让动物拥有家园 让孩子拥抱自然为主题 希望通过大家与这些乐高积木搭乘的珍稀动物的精密接触 让更多人了解冰威动物的生存现状 提升全民的环保意识 也让广大青少年 参与到环保行动的有力实践中来 对更多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在快乐观展之旅 从中获取知识 增长参与动物保护的热情 一起加入到保护地球 生物多样性的不限领域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特别是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 吸引孩子来参与进来 这个保护环境 一定要从小抓起 从儿童抓起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让孩子了解 这个冰威动物 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 要从小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这个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 全国巡展正式启动后 乐高积木搭建的动物王国 将会在12月下旬 来到海南省海口市 届时 展览将会继续升级 互动展出项目 带来更有趣 更有意义的观展体验 欢迎回来 这里是新闻代代库 最近一个北京化工大学的教授 因为在网上直播化学实验而走红 这位60岁的外国老爷爷 不但做的实验有意思 中文也讲得特别好 我问这个大主要温水 好 准备好了吗 3 2 1 1 带爷爷和化学实验的缘分 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了 小时候他就在自家厨房里摆弄各种仪器和药品 长大后他考入牛津大学 从本科读到博士 最终成为了英国著名的无机化学专家 1996年他辞去英国的职务 只身来到北京 到今天已经在北京化工大学工作了22年 它是然然的 出来了 变脆了 为什么呢 每次看到同学们被化学实验的神奇魅力吸引 都让带爷爷感到特别快乐 下一步他还要建立一个专用科普基地 每个周末邀请120个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 让他们也能近距离感受化学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近世界上发生的有趣的事 当地时间2号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一场冰球比赛中 主队赫尔西棕雄队打入第一个进球 观众们起力欢呼 并且纷纷将自己手中的毛绒玩具 扔进场内以示庆祝 据了解 这是一项起源于1993年的慈善活动 最初在加拿大冰球联盟中流行 后来成为全世界许多冰球队的传统 每年年末 指定一个比赛日 让观众在主队打入第一个进球后 扔毛绒玩具庆祝 而这些玩具随后会捐献给儿童慈善机构 赫尔西棕雄队在今年的活动中 共收集到了34,798只毛绒玩具 打破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刺客队 于2015年创下的世界纪录 当地时间6号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场网球比赛中 一批特殊的球童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捡球 折返跑 地球 这些球童的业务素质 一点也不亚于专业球童 他们在引导员的陪伴下 全身贯注地注视着场上的情况 每当球员得分 观众鼓掌欢呼时 就到了他们的工作时间 据了解 这些小狗球童 是由当地一家慈善机构提供的 当地时间11月25号 在挪威一家乒乓球俱乐部的比赛中 一名选手为了救球扑倒在地 来不及起身 便直接从球桌上 举起球拍防御 竟然正好把球打了回去 并且让对手措手不及 丢球失分 这名15岁的华裔选手 名叫克里斯托夫陈 他事后表示 这次躺赢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幸运 最近南方多个景区 纷纷迎来了 京东以来的首场物松景观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7号是24节级中的大雪 浙江省德庆市的莫甘山 迎来了京东的第一场雪 在低温影响下 这里入冬以来的首场物松景观 也正式登场 似乎是一夜之间 莫甘山就被披上了一层 晶莹剔透的外衣 在江西庐山 从6号下午4点多开始 庐山小天池 剪刀侠等北坡林牙山林 就出现了雨松雾松景观 北风呼啸中 苍松翠柏 披裹上了冰晶 朵朵松花迎风绽放